如果不是乘客截击 那兩個飛行員在駕駛艙裡面 出了什麼事情? 打架嗎? 兩個飛行員如果在飛行的時候幹架 然後最後有一個人說 我就是不想飛啦 操作感往下推 你就說我腰子挖啊 又往上拉碎 飛機會有下降跟上升的狀況嗎? 這不得而知耶 這不禁讓人感覺到 這個駕駛艙在這兩分鐘的時間之內 他是幾乎以600公里的速度 整個往下衝 短短的幾秒鐘就直接衝撞 撞到3B 高速俯衝下降 那這個部分來說 對於我們來說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很詭異的是 飛機為什麼會這樣子降 而且以距離來判斷的話 我畫了一張圖來給大家參考一下 圖有點醜啊 希望大家不要太介意啊 時間點呢 我們從幾個時間點來區分啊 先來注意到 飛機的飛行來說的話呢 在這個地方來說呢 他的 我們這樣應該是很清楚 好可以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 他29,100英尺的速度高度在飛 飛到這裡的時候時間點呢 是在下午2點19分59秒 這個時候的飛行高度還在8900公尺 也就29,100英尺的高度 到了這裡快速的下降 這裡下降的V speed的部分 是在31,000ft的每分鐘 也就是在600公里每小時 也就是說他這個地方下墜的速度 是非常的快在下降當中 而這個時間從這邊是2點19分59秒 到2點22分35秒這樣下來的時間 大概都只有不到2分多的時間 距離有多長呢 算了一下大概在2公里的距離 也就是英里的話大概2公里 也就是呢 在我們公里數來說的話 差不多就在3.2公里 3.2公里的距離下降的大約距離 就已經有達到了這個2萬多英尺 之後呢 他在大約高度在3,225ft 也就在983公尺的地方去撞到山了 這裡是3 所以你看短短的2分鐘下降2萬多英尺 最後最撞山最毀到山谷裡面去 那這樣的整個滑行距離也才2米 也就是3.2公里 很詭異吧 這麼快的速度下來 這不僅讓人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議 說到不可思議的部分呢 那我們就要來討論一下 4個可詭異點喔 在這當中 但是呢 如果說我們正常在這第三個 剛剛提到的這麼高速下降 到一個V-speed的速度 到了600公里每小時的話 我們舉例啊 一個飛機如果在沒有完全動力的情形之下 他可以做滑翔的動作 資深的飛行員呢 他有提到 看到資料裡面 飛行員高飛他曾經大陸的飛行員 他就說 這個飛機啊 如果他在3萬英尺的高度 也就在29100ft 快3萬英尺 然後那個時候在 他如果說在大概 如果3萬英尺的話 大概在9100公尺的高度 他飛行的話呢 大概可以滑行100公里上沒問題 也就是說 雖然他引擎雖然完全失去動力 他可以滑行有達到100公里的距離 他之後才飛機會逐漸的接近到地面 但資深飛行員高飛他也曾經說到說 如果說是人為蓄意的話 不無可能喔 你想想看 飛機突然之間又這樣子垂直的下降 那造成了這樣的高速的俯衝 而墜落到地面 那另外一個他提到的可能性是累積 不過我覺得天候條件的部分 以我氣象觀測資料上面來說 我們是把它排除的 因為以目前看起來的話 天候條件的部分來說 應該是不構成一個 氣候的因子的存在 可是我們注意到這架飛機 在最後要墜毀的時候 其實在最短 Fly radar24這邊的話 它是一個垂直拉下來 其實我們注意到這一段的時候 你可以注意到這邊的速度 它在下降之後 有一個攀升速度上來 那之後呢再下去 可是在這一段來說 其實它有一點點拉伸的作用 但為什麼會拉伸 有人說 它先下 而後上 又再下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飛機是在那個時候 飛行員意識還是清醒的 他是想要把這架飛機 想辦法再給它拉起來 所以才會做這樣的操作的動作 那這樣的操作動作之下 飛機才會有一個提升的作用 而再整個往下墜下去 所以呢 另外大家有沒有思考是 剛剛我們看到畫面當中 如果說飛機 大家才記得印象深刻 飛機是整個垂著下去的 尾翼還在 飛機是垂直 機翼也都還在 但是在高空當中 從29000英尺的下來這段時候 它的飛機是一個垂直的下降 還是說是平行下 還是機首是往上 而失速的這樣子墜 這個部分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看到是最後 已經剩下不到600公尺的高度 整個墜到地面上 那上面的八千七千英尺公尺的那個地方 這架飛機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一個動作 以前的時候其實在 古早的多少年前我忘記了 有一架搬機是AF-447 這架飛機是它可是機頭向上之後 墜毀的狀況 那所以這樣代表什麼意思呢 飛機有下降又再拉起來 是否飛行員是一個完全清醒的狀況 那如果說是一架 737-800的客機裡面 一共會有兩名飛行員 在這個駕駛艙裡面操作 正駕駛跟副駕駛 在這當下駕駛艙裡面發生什麼事 你說兩個人同時昏迷 機率不高吧 你除非把它氧氣全關掉 可是這個是客機啊 那這種可能性發生來說 這個飛機又這麼穩定 它怎麼會突然之間裡面沒有氧氣 那這個可能性把它排出來 那兩個飛行員在裡面做了什麼事 大家還記得吧 911之後也就911之後 所有的客機基本上駕駛艙的門 都是由內往外 由內部鎖的 外面的那想要破門而入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以前的老飛機是沒有什麼 現在的飛機基本上全部都上鎖 就是基本上是因為911之後 以防乘客進入駕駛艙 去進行劫機的動作 那如果不是乘客劫機 那兩個飛行員在駕駛艙裡面 出了什麼事情打架嗎 兩個人心情不好嗎 就跟我跟那個處男製作人不爽 兩個在幹架嗎 他今天沒來不要這樣講 他沒來他好像在線上 我剛剛有看到他 有嗎 有嗎 所以我說那兩個飛行員 如果在飛行的時候幹架 然後最後有一個人說 我就是不想飛啦 把飛機機走 操作桿往下推 一個說我要 又往上拉 所以飛機會有下降跟上升的狀況嗎 這不得而知耶 這不禁讓人感覺到 這個駕駛艙在這兩分鐘的時間之內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很詭異吧 這麼一感覺起來 你不覺得整件事情就非常吊詭了 再來我們講到 飛機在起飛跟降落的時候 是最危險的 而且那時候的駕駛員也是最繁忙的 包含了操控 包含了放鼻輪收鼻輪收精液 然後或者是要放精液 飛機要穩定力要穩定 然後整架飛機的水平 然後各方面要調整 都要調整到很好 因為在起飛跟降落是最危險 所以正駕駛那時候是最忙 但他飛行在那高空29000英尺的時候 飛行狀態是最穩定的 那時候開著自動駕駛了 何須動他 那天候條件又沒有影響的話 那這架飛機出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在說 這個其中會不會有可能 飛行員的一個自殺行為 你看他整架飛機掉下來 垂直降落下來的時候 只有三種的狀況 第一個 飛行員的操控 他想讓這架飛機最後整個墜毀 第二個 除非他被打掉 大家還記得吧 之前的時候那個馬航MH-17 那架飛機就在烏克蘭上空 被飛彈砰給打下來了吧 還記得這件事情吧 2014年也就差不多 八年前的事情 八年前的MH-17 結果就在烏克蘭上空被打掉 那是被飛彈擊落的 那如果說我們以例子來看的話 1997年的聖安航空在印尼墜毀的時候 那架飛機的墜毀是因為機長想自殺 所以他才會做著這個瘋狂舉動 可是這個機率來說 在中國大陸這麼 對於飛行員的管制跟安檢部分 這麼嚴格之下 還有對他們身心考核這麼嚴格之下 那這個機率來說 基本上算是一個比較低的狀況吧 尤其有兩名飛行員 現在飛機裡面不會只有一個單獨的駕駛員嗎 一定是兩名 所以有兩名的時候 要發生這個自殺行為 而讓這架飛機墜毀 當時在1997年的聖安航空時發生在印尼 可是現在基本上 尤其地鐵又在中國大陸 機率好像相對是比較偏低的 那導彈不可能 自殺機率來說偏低 那機械故障呢 我們看到737-800是一個非常穩定的飛機 如果它真的要故障 看起來機率好像也不是一個很高的狀況 所以呢 那現在我們看到 以目前來說 有些傳聞說 這架航班的飛機駕駛艙裡面 有10級飛行員 那不得而知了 那就看東方航空怎麼說了 這是傳言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疫情的兩年之下 也可以注意到的是 其實飛行員跟空姐他們的生活 跟收入來說 其實都有受到很大的影響 尤其航空公司的虧損更嚴重 因為呢 所有的航班幾乎都是停飛的狀態 所以呢 會不會是這樣軍心不穩之下 而造成了飛機保修出了問題 人的心裡面壓力過大 那維修經費可能因為 而這樣子篩檢之下 造成了飛機上去之後呢 機械零件的部分出了狀況 這不得而知了 不過有人就說 哎呀 會不會是內部爆炸 你基本上來看 你看到那個飛機 如果是內部爆炸 它下來的時候 基本上機體結構的完整度 看起來就應該很難吧 尤其以中國大陸的飛航安管的 那麼嚴格之下 你要弄個炸彈上去 那基本上來說 在中國大陸基本上 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你如果到了一些 比較別的國家去 我不請你們自己去瞎看 哪些國家安管很鬆 那才有可能性 可是呢 有人就說 哎波音的飛機 那會不會記不記得 之前馬航MH350吧 就是在那個 失蹤在印度洋那架 有人說不是被用 人造衛星操控那架飛機 因為那架飛機上面 可能載了美國的 這個無人機的監控系統 要飛到北京 而那架飛機就 馬航就直接被他弄到印度洋 沉到海底下去 那可是如果要用外部 來控制用人造衛星 來控制一架客機的話 它可以讓引擎失效 但是問題失效完之後呢 飛行員至少 他的機械控制來說 還是可以限控 還可以控制 因為飛機上有很多輔助系統 我還是可以讓飛機 再滑行一大段距離 再想辦法去啟動引擎 而不會就讓它 突然之間沒有任何動力 而且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737-800是雙引擎 也就是說我屌了一台引擎 還可以有一台引擎讓它降落 除非像我們當時的 那附行航空兩個笨蛋飛行員 關錯引擎 但我基本上覺得在中國大陸 應該不會發生這種事情吧 那只有我們台灣那時候 把附行航空飛機關錯引擎 就掉到基隆閣裡面去 那順講順完之後發現那個 原來好引擎被關掉了 飛機還沒拉起來 可是好 你即使關錯在29000英尺 你關錯一樣可以啟動啊 那個時間對你來說 你可以滑行100公里 對你是絕對綽綽有餘的 發動機掛掉一台 還都可以飛到廣州降落 那為什麼飛不到廣州 而直接隨直就整個掉下去了 所以 那大家有注意到 737的機體結構來說的話 基本上我們在影片當中 你可以看到它 基本上那個影片還算是一個 非常正常的一個狀況 看起來那架飛機的結構體來說 好像也沒有太大的影響 所以呢 目前來看的話 全球的飛機至少有上千架的737 還在天上飛行著 所以整件事情 不禁讓我們感到非常詭異的是 這個飛機究竟出了什麼樣的一個情形 看起來有帶黑盒子能夠找出端倪 但黑盒子拿到跟飛航的座舱 通化器拿到之後 能不能夠把它解讀這部分 我們覺得就有待在思考了 不過詭異的事件發生在了3月21號的 這個廣西的上空 不禁讓我們感到說整件事情 這個情形不希望發生 但是卻發生了幾個四個詭異的點 目前看起來好像這個結果 好像還沒有達到一個可以解釋的一個地步 但是呢 飛機不爭的事實 它就是在那高速之下呢 快速的由高空當中整個墜落下來了 我們希望這件事情當中呢 之後能夠找到真正的原因 如果是機械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部分呢 波音公司可能就難辭即救 如果是人為的問題 那對於東方航空來說 這個部分 他們就好好去檢討 那天候條件 以我一個氣象專家來說的話 天候條件 好像並不構成任何的因素跟威脅 今天推薦大家這一台旺旺的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三分鐘喔 它就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神 你只要一瓶的電解液可以生成兩百公升的水神 要去哪裡買呢 上快點購的網站就可以買到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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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